当地时间29号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美军已经准备好增强针对中东地区的军力部署 将维持当前的海上打击力量 并可能增强空中打击力量 目的是保护该地区美国公民和军队的安全 保卫以色列 应对伊朗等方面可能针对美军的袭击 并通过威慑和外交两个途径 防止局势升级 声明称 为防止伊朗及其伙伴和代理人利用当前紧张局势扩大冲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命令 8月 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继续停留在美国中央司令部所辖战区 6月 进入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黄蜂号两栖攻击舰 和海军陆战队第24远征部队继续停留在相关水域 同时 由F-22 F-16等多种机型组成的一个战斗机中队 将为上述两个海上打击力量提供空中支援 未来数日 美军将进一步增强防御性空中支持力量 奥斯汀还命令更多美军部队做好向中东地区部署的准备 以提高对各种突发状况的戒备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近日陡然升级 28日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 所有地区抵抗力量都站在黎真主党一边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日召开会议 决定对以色列展开强有力回应 伊朗最高领袖的冲突出